大家好,我是姚威小皮特 上一期我就说过 很多就是在国内单身男女移民来美国 婚姻大事 这个是头疼,头痛的事情 那这一期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有一些随父母很小的时候来到美国 或者是在美国出生的这一代华裔子女 那他们受到了这里美国的文化的教育 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美国人的思维 而不是我们这些已经上了年龄的人 在国内受教育 或者受到国内传统的一个观念的影响 而来到这个一国他乡 那这些人呢 他们的后裔后代来说呢 接受了这种文化洗礼之后呢 他们呢 就长大之后呢 他们呢 也是不怎么喜欢结婚的 很多到了这个二十来岁 甚至是到了三十岁 那这些人呢 也很不急 不急着去结婚 因为在美国这种社会来说呢 它也不算是什么性开放 但是也是比较开放的一个国家 所以他们喜欢呢 就是一种同居生活 同居免去了结婚这些烦恼 就是说合着来不合着离去 而且呢 就是那些都是图一个快乐嘛 就是 所以 就是 就好比 大家也不陌生的 就是在这里的校园 那些男女之间呢 就是 去大家恋爱呀 或者 上床 其实在国内的 国内的女人认为呢 就是 女人来说 就是 我跟你上了船 那我就是你的人了 你不能够抛弃我 但是在美国来说 受着教育的话呢 这些人来说呢 他不会有这种传统观念 而且就是 等于是 一夜情而已吧 就是 这种观念啊 就是 你今天我可以 就是说 跟你上床 男女之间的上床 只不过是一种 身体的欲望 第二天 最好大家也不要 留电话了 这个 就是说 没发生这件事情 就好像是 我们中文的 说的 色 性 都是 本能的需要 这个 所以呢 就是 这样的 就是等于一种 正常的 就是 好比是吃饭一样 吃饭一样 所以这里的 这里的 受着教育的人 没有 中国那种传统的 什么 就是 中国也不是有句话 就是 这个 生儿育女 什么 这个 祖宗 就是 起码 就是 那种传统 但是 这里没有这种观念 这里出生的人 是没有这种观念的 也就是说 而不是 出生出来 就是为了这个 传宗接代 这个 这个观念 很淡薄 很淡薄 所以他们 就是 喜欢 怎么样的 喜欢 过这些 自由的生活 自由的生活 那很多父母呢 就是 很头痛 也是很头痛 催他们结婚 他们还觉得 老土 这些 你们这些 就是传统的观念 是过时的 就过时的 因为他们这些 年轻一代 在这里出生 还有 这些人 他们 接受的教育 他们是 从向那种 西方的 一个 人生观 所以 你要是 这个老一代 这些老移民 他们要用 这个 中国传统的 这个观念 去要求他们 他们是 绝对是 无法接受的 这个 所以 他还是 理直气壮的 跟你 跟你去 去认 认道理 跟你去 或者甚至 也不孝一顾 就是 不跟这些 老古董 来去 做事 那在美国来说 那你不能够 强迫 也不能够 打骂 这个是违法的 就是在美国来说 所以 他 在这个地 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 这些地方 也是受 保护的 就是人权 人有自己的 权利的 所以 你父母 怎么个 动出 也只能够是 用 语言 去跟他说 就是 干着急 所以 这个 就是 很头痛 你看 纽约那边 很多 人 就是说 你要叫他们结婚 他们 说 你是傻逼了 这是傻逼了 这个 没有人这么早结婚 所以 往往 很多 就是在国内 拿到那些单身的男女 来到这里 想 到了这个年龄 大陆人 催他结婚的时候 他就是想 找一个伴 但是 人家一句话 就是说 这个 结婚不行 可以上床 可以跟你上床 一夜情 这个 都是 都是一夜情 这个 这个 这个环境 这个文化 那我们中国 也有这个 一夜情 也是受西方的影响 一夜情 还没换期游戏 这个都是一些 就是 受教育越高的人 他们对这个 性观念来说 越是 包拥 看得开 反而那些 就是 在 农村 或者一些地方 国内的地方 这些人呢 就是 这个根深蒂固 对这些 反而 特别的保守 所以 在 这个 美国这些 出生的小孩呢 他会有这种 不受管制 不受 去 去 去数的生活 所以 你会看到 有一生 结不结婚 好像也没所谓 其实 但是你绝对 是不能够 强迫他去 去 你想 叫他早点结婚 想 包括孙 这个 就是 非常非常的 难了 所以这个 所以是很头痛 这个 但是也管不着 最管不着他的 在美国 因为他也长大成人 读完书之后 走到社会上 你还管什么 你在美国来说 18岁 已经是一个独立的 他自己去生活 所以你父母 是没法 没办法去 跟他们 去 做一个思想上的 统一 所以 这个也是 仇杀了很多的 父母 所以 变成了 就是 这个 一 一家几代人 这个鸿沟 因为 就是 横沟很大的 就我在洛杉矶 听到一个 开屏的 一个 一个 广东人 就跟我讲了 这方面的事情 他 有两个孩子 他们都 不愿意结婚 你就买了房子 给他 买了 买了房子 给他 他也是 也不会说 是什么 很感恩你的 就是 认为这个是多余的 他有自己的能力 他有这个能力 也不需要你去 买他房子 反正 他就是 这种思想 特别开放 还结婚 这个事情 结婚 某一天 我想结婚就结婚 不想结婚 我还是这样 特别他们 这些人 受到西方的国家的 影响 认为 结不结婚 这个 都是形式上的东西 另外一种 就是 好像结了婚之后 好像这个 这个税收 家庭税 好像又是一种负担 这个 所以 很多老外 这些老外的人 他们 他们不愿意结婚 他们不愿意登记 就是同居 同居 为了自留自在的 为了就是说 某一天 突然的话 大家分手 在美国 这些老外的 这些男 男人跟女人 男孩 就是 他们 分手的时候 是直接说出来的 就说 我们分手吧 大家就 这么个 平平和和的 去分手 就不像我们国内 国内要分手的话 你男人还不敢 跟他 明说 还是说 你 我们性格不合 或者说 你应该 找得比我更好的 一个 你应该找一个 幸福的一个男人 跟着你 这个都是很虚伪的东西 在国内就是 不愿意 伤害对方的 一种 违望的 一种 一种 说辞 当在美国 这个受了教育之后的 这些人 就是 直接说出来 也不跟你掩饰 我就不能够 跟你 生 就是 不能够跟你生活 我们就 和平分手 你愿意也好 不愿意也好 这个是 单方面都可以 去 离婚的 除非你的财产 纠葛太多 这个 还有孩子的抚养权 还有这个 房产的东西 就是 打官司 也不是那么容易 起码拖你几年 这个就是有这种 这种 也很复杂 所以 变成了这些 老外的 婚姻官 就是 尽量的 就是 把那个 婚姻 压后 不要 有这种 有孩子的 一种 就是 以后 不是怎么办 离婚 怎么办 这个孩子的抚养权 怎么办 这个 所以 你说 这个西方国家 也开放也行 不开放也行 但是 婚姻上的东西 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 就是 怕就是离婚的话 都是把 折重面 都是 放在 女的身上 因为是弱者 女的是弱者 所以 要是离婚的话 那当然是男的 却是得不到 什么好处 而女的呢 可能得到的 好处 是非常多的 所以由于这种原因 就是 那些老外 也就是很慎重的 去考虑 结婚这事情 基本上 就不会考虑 所以 我也遇上一个 比较漂亮的 就是在 那个 在那个什么地方 就是 这里的 那个 教堂 你认识 一个 在国内来的 一个单身的 漂亮女孩子 大概也是 差不多三十岁左右 吧 他也找了一些老外 就是跟自己匹配年龄的人 在一起 就是 大家的互相 都已经 就是好像恋爱一样了 这个 就是说 你知道老外 很热情的吗 老外很热情的 对女孩子非常有礼貌 很热情 也是热恋之间 当这个时候 你要提出说 要结婚的话 他就马上 就不能够接受 可以说是 赶快分手了 就是 这些年轻的人 年轻人 你要说结婚的话 他 他都不用 找那些 就是 在美国出生的 这些 华裔的子女 那这些人 他跟你的观念 是不一样的 那更加不会跟你 随便的结婚 因为 他们本来 他们 肤色就是 黄色的 他们 又知道 自身的 这个肤色 他们 你说他们受了 西方教育 还是说是 真的是老外呢 所以 老外还可以 接受一些 黄色的人 就老外 他 本来 他是黄色的 老外 就是我们称之为 黄色老外 就是 这里的ABC 那他 这个观念 是绝对是 是不可能跟你这些 在国内 受过教育的 这些人 哪怕你 再漂亮 他们 跟你的恋爱 关系不一样的 你是以 结婚为 为目的的 他是以恋爱 怂向自由 怂向的一些 夜情的 这种观念的影响 所以 就不会的 那 好像 早几年了 不是 有一个 凤姐吗 就是 来到 来美国吗 也是搞庇护的 当时他找对象的时候 就是谈了很多个男 男孩子 就是 就结婚 人家说他是 真的神经有问题 结婚 这个 你上传就可以 这个 好像 在 纽约那边 他们 叫上传 不是叫 有一个 说流行的 一个 就是 他们这些人 就是流行语 他们 就是我们这些人 可能不一定 知道这些 这些话中有话 就是 打炮 意思 我们 我们大陆叫 打炮的意思 他们这里 也有一种叫法 所以 这个 也是非常 非常头痛 还有呢 就是 我在华人区那边呢 就是 接触过 一些老移民 老移民 他呢 就有两个小孩 两个小孩 现在已经 二十来岁 有些 三十岁的 就是在 美国出生的 这些人 我看 就是我喝茶 看到这个人 他今年 也七十多岁 但是他两个 儿子 就是 已经上了 三十多岁了 你叫他结婚 他是从来 不跟你结婚的 他不结婚 他 就是 他的老爸 就跟我讲 因为我们经常喝茶 他说 我管不了他们 我真的管不了他们 我说 他们难道 没有女朋友吗 他说 不知道 他也不 不允许你去 过问他的 个人的隐私 但是 像我们 可以 可以理解 就是说 这个 女朋友 肯定会有 不一定是 结婚这种 或者是 同居 同居 不结婚 也不生孩子 那你看 他看上去 他本人也很 很乐观 看上去很乐观 但是他内心是怎么想的 你就不知道 反正他也是笑嘻嘻嘻的一个乐天派 但是 我估计 他也不是 那么个 心情 不是那么的开心的 这个 他没办法 所以 这个 这个 在这里出生的 ABC 这个结婚 这个 也是 而且 多说了 跟那些 我们国内的一些思想 传统思想 真的是格格不入的 像我们这些 来这里 去年 但是我们一直都是受国内的教育 我们都有这个 这个 我们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这个根深蒂固 你叫我 这个 接收 这里的 这种 这个 不结婚 不怎么样的 一些 我们 到了一定的年龄 是没办法 去接受的 而这些 ABC 他四五十岁 他们不结婚 是很正常的事情 很正常 你看 很多老外的女人 也不结婚了 都 都 都没结婚 都是单身 特别白人 他 你看 他 为什么 他们没有生多少孩子 就没生孩子 他们的观念就不一样 反而那些黑人 墨西哥人 还有这些 新移民的 这华人 就会生孩子 就是 总体来说 就是文化不一样 就把这些 生儿育女 这些东西 都是 男女 都不会 把他 跟 传宗接代 为了祖宗 去生了 就 没有这个 所以 也 令这里的很多华侨 非常非常头痛 所以 有时候 我们 去教会的时候 很多那些老移民 就说 哎呀 这些人 这些 来这里出生的人 真的不像样 没办法管 管不了 管不了 在美国是管不了的 不像在大陆 还有人 专门做这些人的思想工作 在美国来说 是你没得做他的思想工作的 因为他受了这个教育 怎么会 随便的 你就 硬塞这种 我们的传统文化给他呢 不可能 他们已经在这里受了教育 所以很头痛 例子很多 例子很多 还有呢 就是 来了美国 就是 六七岁 来了这里 也是在这里读书 很快很快的 受了这些文化的影响之后呢 结婚 真的是 不生小孩也可以 在我们国内是不行的 不行的 不生小孩 他们父母怎么抱孙呢 这个 怎么 对得起 列祖列宗呢 但是 在这里 你的眼泪都没有 有一些呢 就是 也后悔 为什么 当时 就是 让这些小孩来这里 受教育 受西方文化的教育 本来呢 父母呢 也是出发点很好的 因为 这个教育嘛 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嘛 但是 弄巧 沉拙 本来是 有理想 为了这些 下一代的美好生活 但是 这个 不但是 读书 而且连观念都改变了 所以 都是 哭笑不得 都是 很累很累 也有 就是 很多人也后悔了 为什么当初 要把孩子 带到美国去读书 年轻 连国内的亲戚 都说 哎呀 真的 去哪里受了这种教育 变成了这种思想 怎么办呢 就是 你没有后代呀 怎么办 不生孩子的 都行 这个 人呢 一旦呢 就是 这个脑子一洗了之后呢 这个 伴随着你 一生一世的 这个 东西 好了 今天我就讲了这么多 其实我很多 这个 要分享的 那个 那要是喜欢我这个频道的话 可以订阅 我以后呢 都会在这方面呢 就会跟大家呢 就是 多点 聊天 多点分享这些 海外这些故事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